我從小有興趣就是表演啊 對啊 突然發現你這件事情變成工作的時候 他不一定從這邊找到成就感 他有時候從那邊找到挫折 嗯 要你今天聽到我挫折到最後 因為我現在就同時在宣傳兩個東西 我覺得可以在同時間 讓觀眾看到 音樂上有 同時有兩個我 在自己打出一件事情 應該是蠻爽的 因為我會怕說 呃 被大家看膩 有點爽 但是有點就是 優喜參半隊來說 因為我四月 有拍那部電影 三四月的時候 公信恐嚇我說 這部電影有很多很強的演員 不要鬧雜 但是我那個一直過不了 我一直覺得自己演很多 那你那陣子所謂的壓力大 你大到會 你自己會 你發生什麼現象會 失眠啊 體力已經很消耗了 可是 你卻還是睡不著 為什麼 那我不想要靠藥 我不想要吃藥 所以你不用藥 那你怎麼喝的醉 喝酒 呃 會不會喝一點酒 嗯 那你失眠啊你要喝酒 然後 又一個心理壓力 那個身體是 嗯 就算 我還算年輕 但是我那身體還是 很難負荷 擔心喝太少 沒有助眠效果 但喝太多 又害怕宿醉 所以 打喝他 那我就只能吹吐 感覺會很矛盾 而且我這邊有個洞 我這邊有鬼滴 對啊 可是鬼滴有孩子 他到底怎麼 多久了啊 四五個月了 他沒有去檢查過嗎 沒有 因為我的髮型師會講說 你就 放輕鬆 沒事 髮型師是低燈嘛 你平常要幹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賀的壓力鍋 在近期之內 全炸開了 除了努力調適 工作壓力外 爸爸的健康 也亮起紅燈 最近不斷進出醫院 我爸如果哪一天死掉的話 我突然不知道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很擔心 是我好像沒有能力 承擔這件事情 因為雖然我家有四個小孩 我妹是女生 然後她會嫁出去 對 然後 我二哥已經結婚 她有自己的家庭了 我大哥 他本身是個藝術家 他就是會你知道 原油四海 原油四海 然後我就覺得今天自己 好像早晚會落在我身上 然後就有一天 路邊和我親見聊聊 做得哭了 還好大賀有病識感 他感覺自己 就像醬爆一樣 又爆了 決定砸重金 看心理諮商師 因為 那個醫師就是 是朋友認識的 我覺得那個信任很重要 我可以把一些 我覺得不舒服的事情 跟他說 那你這些話平常 你都沒有這些人會講 沒有 會有個孤傲的字母 我 老的事太重了 我沒有辦法 跟太熟的人做一件事情 那你卻 就是啊 可是兩次 因為價碼也不可以 你會講算 我就先 卻兩次之後 我後面就是慢慢靠自己 如果一閒下來 你會明白 就在壓力的狀態下 你 一沒事做的時候 我會把自己關起來 關你房間 因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 關起來你要幹嘛 看 滑手機看電視 叫外送啊 吃東西整理房間 就是如果你的經紀也會知道 你的鑰匙 你的鑰匙會密碼 所以我前陣子邏輯的新聞 讓我很擔心自己 在家裡不斷死 他們沒有我的鑰匙 他們知道我家住他 如果發現我失戀太久的話 他們都會 快點 沒有你這種風 撞不了 跟心腳碰的怎麼都 為什麼會動 不是連手機都碰不到 就是一公尺腳 你就拿不到 你現在有什麼時候 誰被你 我沒有主動你的意思 我只是給你一個 我覺得這就是命啊